大家好 我是Kaku Ma 今天要介绍日本三强顶的这三家便利商店 全家7-11 露宋 相互杀个你死我活的行销策略是什么 7-11 竟然是日本第一黑心便利商店 它的黑暗面在哪里 现打工人员加烦费高达4亿9千万 所以接下来影片会介绍这四点 人家采用的行销策略各是什么 2. 7-11 稳居狂者的六大商品行销策略 其中有你熟悉的欧店和咖啡 还有7-11 还竟然开了银行 它的手续费就赚了1,386亿 全家Lawson的老二老三的政策哲学是什么呢 第四点就是7-11 的黑暗面 首先三家的店铺数 2002 年全日本 全家的店铺数是2941家 然后全家是16656家 Lawson是14494家店 互助一下全家是在2015年3月的时候 金银统合了 OK便利商店才拿下第二名的宝座 之前一直是Lawson 位居第二位 金银统合的意思是 基本它的OK便利商人法人 依旧是存在的 所以一起去 金银的意思 2020年的 营业额乌揚上 因为CORONOVIRUS的影响 它的营业是顿化的一个状态 那7-11 它的乌揚 就是营业额是2兆5千万 全家是1兆5千万 Lawson是1兆1千万 然后它的营业利益是1324亿 全家是417亿 然后Lawson是272亿 7-11 特色的商业模式就是 Dominate Strategy Wikipedia是叫支配性策略 但是看完里面的解释 我比较觉得它像是高密度粗电 这是我自己想要让大家方便理解 自己取的名字叫高密度粗电 特例高的某个地区 集中是大量的开店 而且取得该地的消费的忠诚度 包围式的形象 就是开一堆店 然后密度很高 然后把你全部包起来 就做类似有一种包围性的形象 Starbucks也是采用此手机 无法相当熟悉该地的需求 以总部主导的方式来进行 所有的行销还有产品策略 这样策略有个好处就是 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物流的效率 是它的店是无法大型化的 因为它的地区是都会区 能以最少的库存量来运作 并且进行平方的捕货 让货架不出现缺货 7-11就什么都买到 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其实对总部优点很多 但是对加盟店主是缺点可能大过于优点 那缺点当然就是 就是 竞争客人 大量的废弃 识别废弃商品的成本 是算在加盟主身上的 加盟主如果出现缺货的话 会受到7-11总部严厉的指证 卖出的产品 我全家所采行的策略是 不和7-11做同样的事情 采用的行销策略就是 差别化策略 出深埋在社内优秀 不为人知的产品 而且将它强化 Famima的chicken 它的废弃率很低 收益非常的高 请SMAP的香取圣 我来做代言 商店的社长 哲田桂司 他说 作为同业界 说没有把7-11 没有意识到7-11是骗人的 但是他从来不把 赢过对方作为第一 重视现有的加盟店 和员工这个方式 另外一个叫做 仲間を作って巻き込む 就是 算是一业结盟式的店铺吧 他是走 就是完全跟便利商 不同业界的 比如说 跟唐吉科德 一起合作 20小时的无人健身房 还有投币式洗衣机 甚至在店铺导入 无印良品的东西专区 让加盟组的裁决权变大 找这些最熟知当地区域需求的加盟组 然后让这些店在地化 然后重视店铺的独自性 也是跟7-11是不一样 Lowson这家罗森呢 它一直走差别化政策呢 它其实也是一样 它不求量求值 特色化店铺 然后以不同形态来出店 例如说 他们是在医院的 是No.1 日本的高级超市 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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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 那层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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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很喜欢去那边,因为东西真的都很便宜,就很好买 然后它里面的食品也都是100元左右 所以你去买的时候就是不用想太多这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店铺就是Nachunaruro-son 就是走天然有机风格的食品 或者它会进口一些欧美的食品 是比较贵,但是比较精致的一些进口食品 还有就是它这个Nachunaruro-son还合并了药局 因为在日本的话,医生给你处方钱 可是医院不给药,除了很大的医院之外 他们稳居日本的便利商店王位宝座 那它第一个是投入毛利较高的产品 是便当、总菜和冷冻食品 食品其实日本的因为冷冻食品的一个技术的革新 这个冷冻食品那个炒饭,你拿去微波乳加热 跟现炒一样好吃,这个真的很厉害 就是那个饭是粒粒分明的 而不止这个炒饭,很多食品在这几年真的是大崛起 而且非常非常好吃,超市便利商量都有在买 然后回到Souzai,Souzai的话是这样一小盆菜 然后可能一条鱼或一个一小盆菜这样 那像日本的话,自己如果是家庭主妇 我常常会去这种地方买东西 就是类似那种 日本有那种像台湾的自助餐 就是拿来称重的 然后它像7-11它也做出这样一小盆一小盆菜 然后你拿回家就可以 微波假日就可以吃 这个叫Souzai 这个是 然后全家是40个品项 罗森是72个品项 7-11竟然有192个品项 你就知道这个差多多 所以他们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些便当、Souzai、Lenormsie 也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Private Brain 就是自有品牌的东西 然后第二点就是优先导入即克力高的地区 选店,他们很会选店 他选的位置都非常非常好 当然因为事先先已经导入了 那其他他又用包围市行销的方式 所以等于说其他的便利商是供不进来的 三点就是魅力产品一起买 就是他其实非常有名 就是大家认知度非常高 就是他的Private Brain 夺从咖啡、优酪乳、牛奶 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东西又便宜又好吃 他的东西always比Nature Brand 就是一般的食品公司做的一些食品 都还要便宜而且好吃 而且他就是请那个食品公司开发 他又放在他们最明显的价位上 所以这个销量真的是造成他们就是 一直位居王座的一个地位哦 那再来就是第四点是县主咖啡 真的City Cafe的感觉 推出的时候当下其实并没有达到 Seven想要的目标业绩 无数是失败 他大胆在2013年的11月 他推出百元咖啡 你知道百元是台湾28块 就是像台湾 10块的感觉 10块的感觉 对于所有的日本人是 诶真的吗 那也很好奇到底好不好喝 我会想要去喝一下这样子 那当然后来就快速成长 从就是迅速成长到6亿杯 可是后来很不幸的 因为他推出没有多久之后 日本开始实施10%消费税的政策 结果他那个6亿杯瞬间砍半变3亿杯 可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厉害的消策略哦 然后后来他们在改良了咖啡品种 然后去除豆子的色皮的味道 其实我不太懂了 我不懂咖啡 第五点就是日本的极其食品 5%点数的 日本7月还不只卖这些 一般我们看到的产品 他卖了很多蔬菜水果的 超市太远了 你可以去公司买菜 对他放了蛮多超市会买的到菜 但是当然价格是比较贵 什么蛋啊肉 就是一块这样肉 或者是绞肉都有 他们会去考量 比如说这个线路是一些通勤 民族这个上班女性呢 他们可能下班要赶回家做菜什么时候 会来不及突然出了少了一个产品 就赶快冲击别商店去买哦 所以他们极其品5发的点数 是比他们想象来的有更大的反响 因为他们用了7-11银行 对你知道吗 7-11有银行 7-11银行它光是手续费 跟银行就收了1300多亿嘛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商机 然后7-11呢 自家品牌的产品 就是第一个就是咖啡拉提 哦这个我很喜欢 然后它价格也很奸诈 136块对不对 然后其他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牌子的东西哦 价格是差不多150几块 158块160块 所以它就是便宜的2-30块很奸诈吧 它年间卖了9200万瓶 唯压是125亿 然后而且它因为回购率很高 第二名是这个 Saradachikin 哦这个我很爱 你知道吗 213块 因为我这是减肥 我跟你讲 女生想要减肥 你要想要吃 还有这个不只是女生减肥 是不是有些人 他在练肌肉的时候 想吃高蛋白 就是这个 三名 这个牛奶 对它就是一瓶198块 那如果日本牛奶真的不贵 198块我觉得在便利商店还是偏贵的 你去超市 如果你找找找找 可能可以找到最便宜的牛奶 然后是可能156块 但是牛奶 日本买牛奶也要分辨 就是它 它的那个瓶子有没有 它有个这样弧度 那个是鲜奶 它如果是这样完全平的话 调制乳 它不是真的鲜奶这样 就是这个瓶生的上面不是一个弯弯的吗 第四名是这个 比乳 Santori的比乳123块 还是我很意外我还没看过 还是这个 我找到这个图可能太久了 现在它的包装我一直换 名就是这个 哦冰淇淋耶 我怎么觉得 还好 因为日本冰淇淋太多啦 它这个冰淇淋是 它说是第五味的 可是我还没吃过 7-11的黑暗食 黑暗面哦 就是无端下单事件 关东组无端下单事件 就是2019年 是有一个叫OFC的经营指导员 他在 就是他们总部派来的指导员 就指导那个加盟业组 该怎么去做什么事情 那简单来讲是毕业机啦 然后他们在未经加盟店组同一下 多下了 当日多下了3万块的关东组 然后 但是你觉得3万块日元关东组还好啊 可是关东组其实他的利润非常非常的低 然后 而且此类事情并不是 狗发事件是 然后 总部的人就出来道歉这样 这边总共是业绩至上的压力 才造成这类的事情哦 这关东组的成本结构 日本一天的关东组 能赚进一家店可以赚 平均是10万日币 等于说2.8万台币哦 那你想想看 10万块一家10万块日币 对不对 30天300万 2万家店一个月就是600亿 利毛利是50% 但是要加上人事水电容器运送成本 废弃成本 这些都是算在加盟组身上的 100块的关东组可能只能赚到21块日币 连10块台币都不高 7本部不亏 但加盟业组会觉得很亏 不想卖这个产品 但是7-11总部还是会强迫 加盟店组提供关东组 其实除了费计成本很高 它的管理非常麻烦 它是每个品项 它的报费时间都不同 一个一个要全部都要寄 所以是非常非常费功夫 然后接下来就是7-11加班费未付的事情 未支户高达7年 而合切总额高达4-9千万 等于台币是1亿3千多万嘛 那这是有记录的 如果没有记录的话呢 可能可以追溯起来可能有40年都没有支付 然后其实我在查这些资料的时候是越查越多 然后查到最后就很无法就是把它统整起来那种的感觉 就是因为日本这方面的一些什么行销政策啊 产品策略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 所以自己查了 虽然说很开心很兴奋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类的东西 但是我真的不是本科系的 我是学日文的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就麻烦订阅 那就麻烦大家再转发分享 这样谢谢 拜拜 拜拜